老人常常告诫我们 人的一生不能魂恶度日 要找寻自己的价值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 每个人来到世界上的时间 缘由或许都不一样 每个人在世界上的生活轨迹 也有所不同 有的人能够在世界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名垂青史 有的人却一生平淡无奇 积极无名 更有甚者一生极其失败 终日魂恶 像是来人间旅游似的 这样毫无作为的人生 更是没有意义的 人生下来 便需要最大程度地 实现自己的价值 才不算是白来人间一回 不过 要实现自身价值 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需要每个人自身做出努力 人到四十九 如果还常常留恋 这四个地方 估计就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及时做出悔改 也许才能有机会 为实现价值而努力 第一个地方 饭局 人到四十九 如果我们还常常和护风狗友 换迹于饭局之上 那就要及时悔改了 到了这个年纪 我们已经算不得什么年轻人了 更多的人 是在这个时候 可能已经组成了属于自己的家庭 作为家庭的一员 我们就必须要为家庭考虑了 在家庭中做好自己应做的事 才算是在实现自己的价值 如果到了这个年纪 我们依然混迹在 各个没有必要的饭局中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会越来越浑浑噩噩 每日只顾着享乐 而忘记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久而久之 自然就会浪费我们一生 本来可以实现价值的光阴 因此 我们一定要及时悔改 不再久留饭局 而选择提升自己 实现价值才是啊 第二个地方 酒局 人到49 我们不能再贪恋酒局了 酒局也许可以帮助我们 缓解生活中的压力 或者帮助我们建立 跟身边的同事朋友等的社交 但人到49以后 不能再单单只靠酒局 来维系社交关系了 而且49之后 人的体质和免疫力等方面 都会有所下降 如果依旧留恋于酒局之上 可能会对自身的身体等 有一定的损害 当我们发现 自身在49以后 还常常留恋酒局 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 我们都一定要强迫自己 做出改变了 只有自身知晓爱惜身体 远离这些无意义社交 才能更好地认知自身 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第三个地方 赌局 人到49 如果我们还沉迷在金钱之中 每日想着 不切实际地赚钱 那我们一定要做出反思了 事实上 无论是49这个年龄 还是其他的年龄 我们最不能做的 就是沉迷独局 在49这个 人已经足够成熟的年龄 我们更应该认识到 自己来世界上的价值实现必要 不能每天想着 怎样不切实际地赚钱 要知道 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 也没有人会真的完全靠赌局成功 人到49之后 要清醒地认知自身能力 踏踏实实 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 也能为社会做贡献 第四个地方 娱乐局 人到49 我们不能再久留KTV 每天只想着娱乐 而忽略生活 一位老人曾说 人活于世 不能永远无忧无虑 我们要真正入世 是让自己感受到 人间的真实 确实是这样 每个人来到世界 都是一样的 没有谁是敌仙 不用享受人间的苦难 而在人间 从来就不是只有娱乐 而没有困难的 当我们49岁的时候 如果还常常留恋 KTV这类的娱乐场所 整天想着享乐 那么别提实现自我价值了 恐怕连有意义的生活 都算不上 这种生活方式 当然算不上是健康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拒绝 这种沉迷娱乐的行为 不再久留KTV 是不沉迷于娱乐 而让我们能够 真正地回归到人间 看到烟火 看到未来 愿意努力 而实现自身价值 朋友们 人到49 四地别久留 人到了49 这四个地方 最好不要久留 你们觉得 有道理吗 人生路上 充满了磨练 经济与苦难 也一定会帮助我们 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以不要留恋于 毫无意义 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了 努力认清自己 成为更好的自己 实现自身价值 大家为之加油吧 与朋友们共勉 大家好 我是依安 深夜读书最新开启了 新的互动环节 每周三会有一个留言周结 每个人的留言都很有见解 都很棒 我会挑选几条 感触到我的留言 与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对深夜读书的喜爱 和支持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有读者 恰推斯桑在视频 时间如流水 一去不复返 在有限的生命里 越要懂得 醒悟的重要性中留言 所谓醒悟 是清醒和觉悟吗 可要时时保持清醒 也不容易 人毕竟是感性的动物 免不了会犯糊涂 然而活着是为了自己 生活是自己的 选择和决定 也在自己 失去了这些 活着又有什么乐趣可言 一样老师说的是 凡事看清现实 积极面对 才是正确 我不想招惹烦恼 可却被烦恼纠缠不清 如何是好 在此感谢读者 掐推四桑的提问 其实从字面意义上来说 醒悟是由意识模糊 再到清楚 由错误而正确 人生就是一个 不断沉淀和总结的过程 我们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 即便是失败的结局 也是经验的积累 上当了 我们有了戒心 就不会再上当 碰壁了 我们学会转弯 就不会再碰壁 汲取教训 反省自己 醒悟之后做出改变 对于被烦恼纠缠不清 应该怎么办 依然无法准确回答你 但你要知道 快速做一个选择就对了 说起来特别搞笑 我特别容易陷入一些 特别微不足道的选择 陷入两难的境地 比如今天上午 我到底是去休息 出去跑个步 还是躺在沙发上 看个电影 还是仅仅是睡个懒觉 到底哪种方式 对于我来讲更放松 更能起到放松的作用呢 一直抽搐不定 最终一个上午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做 反思自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 是把自己做什么 能产生什么效果 最终对于生活的影响 对于目标的影响 想得太理想化了 总觉得今天 此时此刻 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能对于三五年后的自己 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样 后来 我问了自己 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于我将要实现的目标 现在看来 做些什么 更能够提高 实现的效率 或者说 两件肘肘不定的事 哪一件事做起来 对实现目标更有利 这么一判断发现 目前纠结的那些事情 好像哪一个 对于实现目标 都不太重要 只是目前 自己想做的 一件小事而已 真正对于实现目标 有利的事情 是更加深度的思考 阅读 写作等等 那我花些时间精力 纠结的小事 选哪个 不选哪个 或者是 都选都不选 对于实现最终目标来讲 都不是特别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 快速做一个选择就对了 因为时间不等人 你要留出时间 做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要纠结于长远 不要让芝麻大的小事 浪费自己的时间 一生很长 坎坷难免 在撞了南墙之后 不如换一条路前行 换种方式坚持 伟大的化学家 瓦拉赫 起初选择文学之路 结果毫无建树 改学油画 老师评价他 简直是不可造之才 接着他主攻化学 后来荣获 诺贝尔化学奖 跌倒不是失败 爬不起来 才是失败 漫画家 郑兴尧 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路走完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 到了路的尽头 而是提醒我们 是时候转弯了 懂得转弯 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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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生活的智慧